全球局勢持續動盪 想洞悉世界走勢 完善資產配置 敢絕對不要錯過4月22日 由ETNEC經濟通主辦 淘東博士主講的財經講座 2023年政策轉變之年 大家好 我是東亞銀行首席投資策略師李鎮豪 看到通脹出籠 看到市場焦點放在Headline CPI下跌至5% 看到美股向好 NASDAQ下跌至2% 值得注意Core CPI不跌反彈 5.5%升至5.6% 這與之前PCE反彈至4.7% 亦同出一切 告訴大家 現在美國的通脹問題 已經不是能源和食品了 是更頑固的一些工資和住房有關 就算到現在美聯儲所謂用的 超級核心的CPI 減掉這個所謂住房 其實會見到是5.8% 即是告訴大家 其實現在市場美股的興奮狀態 其實是無視 通脹本身核心的黏性 比之前更加強 以及已經出現反彈 所以小心現在的美股本身 有一點點過散 亦都忽視了一些更加重要的數據 第二項要留意一下 就是什麼呢 開始業績的公佈期 裡面的關注點 當然是銀行先 會見到銀行普遍預測 現在的Earning Forecast 下跌10%左右 當然10%是一個Double Digit 一個Certificent的數字 而裡面為什麼這樣去下跌呢 最主要就是 在一些所謂的借貸 未來的借貸 因為在銀行危機之中 就會收遮 又會放少些貸 未來的貸款收緊 做生意也緊張了 二來如果真的衰退出現的話 一些中小型銀行 甚至乎一些企業 會不會因為經濟的單鄉 從而還不到錢呢 一些不良貸款又會提升了 第三項是什麼呢 就是會見到現在在瑞士當局 都會有一些所謂的收購合併的方案 但這些方案包括訴訟 有機會持續一年 即是告訴大家 其實這個銀行危機 不可能短期內 因為你想收購就完結 因為有很多不同訴訟的出現 所以會不會反誓在美國銀行 又有些小股東 一些存戶集體訴訟呢 如果引返這件事 一種不穩定性就會繼續延銷 所以整體在銀行板塊之中 相信公佈完之後 是一個比較不樂觀的一個板塊 正如如巴菲特所描述 就算去行一個價值型投資 現在都見不到銀行是有價值 因為未跌完 所以其實整體之中 美股本身已經有點虛弱了 亦都偏聽於一些所謂的數據 第二就是當中比較危險 就是銀行業公佈的業績 如果真的有興趣的話 現在不適宜課中取率 好喜歡的 就ried 至少 我們早就有興趣的話 我們會不會反射走 不會反射於 我們會不會反射走 我們會不會反射我們 我們會不會反射 我們會不會反射於